然后绕标签,先把这个卡到里面 然后夹紧,再锁紧它 然后第一步绕做滚筒 然后再等做中间插进去 这里可以送进的 然后再从这里过去 然后插进电眼里面去 现在再从这下面插进去 再移过来 然后这里,这里太窄了 可以摇这里摇过来一点 整个摇过来一点 在这里,再走过来 在这里,再走过来 然后再从这里穿上来 然后这里可以送进 然后把废紧拿掉 然后把废紧拿掉 然后这里卡住 然后这里压进 这里的压点 然后这个电眼是叫做错标电眼 然后这个绿色的是电眼灯 它每经过建国这里 它就有一个信号灯飞亮起来 这个黄色灯飞亮起来 这个黄色灯飞亮起来 关于这个电眼的调节方法是这样的 先在有标签的地方 有一张标签的地方 按到它闪烁 黄色灯在闪烁 然后在没有标签的地方 按一下 就设置完毕 这个电眼 叫做错误电眼 就是检测这画笔的 然后它这个是放大器 放大器在这里 然后那个红色的值是感应值 感应到物体 它就会 那素质就会变化 然后这个绿色的是设定值 它是直接做样设置的 这里有个加号 一个简号 直接按这个加号 它这个绿色设定值就会加 数值就会增加 然后你想按到哪个数值 就直接按到那个数值 就设定好了 然后这个 当这个感应值 大于这个绿色的值的时候 它就会有信号 然后这个是减号 减号按 它那个绿色值就会减小 然后当它 当它有发笔在这里的时候 那个红色的值 会大于这个绿色值 这个信号灯就会亮起来 就代表有信号 有信号的时候 它就会出标签 自动运行的时候 然后这一个是那个错误电眼 这一个是下料检测电眼 下料检测电眼是在这一个光纤头在这里 然后当贴这个发笔的时候 先调这里的高度 这里可以摇高摇低的 下面这里 这里不要碰到这个发笔稍微高于两个毫米左右 就是OK 然后这个是调这样左右 位置的 然后当它要贴的时候 这里标签要调节一下 要调到露出露出一点点 调节是用那个先打到这个手动方面 然后手动出标签 手动出标签找到那个长度 就像现在露出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电眼移到它这个建国这里 就调试好 然后再把这个移到这里面去 摇这个 摇这个 摇到这里 大概发了一条线 移到这里 就可以 然后就可以开自动运行试贴一下 这个自动运行 现在还没调好 所以它会切出这一张张标出标签 它是因为标签出来它感应到 所以它会联系出标签 这个摇饼是摇左或者摇右的 然后这个是摇上或者摇下的 这个是整个标签前后的 然后一般贴这种发笔的时候 这个摇前摇后这里摇到这个位置 这里发了一支 发了这里 然后这个上下的 上下的话就摇到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163 然后这个这里有个数字 就是那个位置的对应的数值 然后调好这些位置之后就可以开机 试贴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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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